今天是燕朝国小建校一百周年的生日 学校特别邀请到老校友回娘家一起庆祝同欢 并且还特别将历年的毕业校友相片展示出来 让回到学校的校友找一找自己在哪里 不过有些人因为这个时间实在是太久远了 所以找个老半天还是找不到自己在哪里 感觉十分有趣 阿嬷带着孙子和儿子 站在照片前指指点点 找了好半天还是找不到自己 这位阿公更是把椅子都搬出来 戴上老花眼镜看了好久 除了认出当年的师长也找不到哪一个 我站在那里 校长就看见老师了 我就不记得 像他站在后面拍摄就对一个人也不记得 每一个人都生到小生 都生到小生 看到这样有感觉很高兴吗 高兴 我这村子只割了 没劳了 没进步 现在很好了 这村子都照顾 阿嬷有什么位要来照顾好吗 好 越好 越进步 庆祝百年校庆 学校特别邀请老校友回娘家看看 希望让大家发现学校的进步和改变 尤其是走过一个世纪的校园 特别有更多的经验传承意义 我们花了一年前就开始广发通讯录 希望能够找回来旧的资料 找到了很多老照片 在昨天下班后 有一位应该是第二届的校友 他拿回来了一张照片 他说好长啊 我这里还有一个长 我们今天早上赶快把它做出来 一张大海报 因为我们发现到他们回来了 我们都爱这个学校 发现市政府是用了很大的心力 投注了很多国民教育的资源下来 那我们更应该 教育部更会来配合市政府的辅导学校 尤其是老学校的继续的发展 从硬体软体新旧一起发展 庆祝活动当中 除了有动态的节目表演 还有静态的书法作品展示 让校园在充满热闹的氛围中 更有新传永续教育的意义 港督新闻黄澜君吴炳元采访报导